我的名字是維林 我是Aslatis Profession of West Boat Player 在小時候就沒有想那麼多 就想說 打那種身體健康就好了 就是 教練那時候高一剛進去 教練就跟我說你有沒有想要打翅膀 然後那時候原本是沒什麼想法 高二的時候打完U18 然後就很確定自己想要旅外 那時候確定要旅外 就是消夜那些就會吃比較健康 像雞胸肉啊沙拉 然後會自己再加強那個小肌肉 然後重量 會跟羅教練還有玉琴教練 跟他們討論說就是我投球 還有哪裡要再改善一下 那學生生涯有沒有什麼遺憾嗎 遺憾嗎 就是木棒沒有拿冠軍吧 然後U18也沒有拿冠軍 就 就 對啊 因為我不喜歡輸球的感覺 平常脫球比較簡單 還是剛剛扣扣子比較簡單 扣扣子 因為很多在拍 怕扣不好 剛剛好像扣一分鐘了 有那麼久啊 很開心啊 然後 就是謝謝他們的青睞 然後之後我會繼續努力 他們給的誠意很好 然後 然後 就是也有在跟媽媽討論 然後他們 就是會 在美國會有很多的幫忙 這個是他努力的 還有教練 還有教練 中國小 的栽培 身體最重要 也要自立 對 健康 還有去那邊 還要 學習 對對對 這樣子之後就隔半個地球 會不會很想他 會不會什麼 丹老師會啊 交給我們的上帝 對 情人帶會幫他帶過去嗎 會 看看要不要帶 因為這個是他阿嬤還在試的時候做的 對對對 對 他除了球技好 除了愛搞笑 他還有一顆自主之心 還懂得回饋飲水事業 像訓練師吧 對 或是重量器材 因為他們也幫助我很多 對 所以就是 有在跟媽媽討論 說 三間都要捐 有聯絡那個沙石城學長 去問他說去美國 要注意哪些 比賽的節奏啊 學習當職業球員的節奏 就是希望丟的第一場可以丟到聖恩吧 希望可以三振他 那有沒有覺得可以學習 或者比較憧憬的學長 像 維英學長一樣 維英學長 因為他在大聯盟表現得很好 希望很厲害 然後又是走投 對 就是把他當一個目標 有預期大概給自己目標幾年要上大聯盟嗎 就是身體健康吧 就是看能不能一年 偷玩一整季 然後 穩定的一年生意見 對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